这节课我们也想来学习数组的便利方式 我们首先看一下在ES5当中 都有哪些数组的便利方式 大家看我的PPT 我这边其实列出了很多种数组的便利方式 这个每一种方式大家都用过吗 我们一一的去解释一下 我在这边新建一个文件 比如说叫做2-4 第二章的第四个文件 然后我把咱们的2-4 把它移入进来 2-4 既然我们要去便利数组 那么我们首先先定义一个数组 比如说我定义一个AR 然后它里面的值 比如说就1-2-3 也很简单 首先第一种 我们是不是用最基础的复循环 这应该是我们第一个想到的 我们也写一下 at i等于0 i小于AR的长度 然后I++ 这时候我输出AR里面的每一个值 那输出的结果是不是就是1-2-3 这是最基础的 像大家一定能想到 第二种 我们再讲一个相当来讲也用的比较多的一种方式 叫做for each 什么叫做for each for each相当于是对于当前数组的循环 那它怎么用呢 它相当于是当你想去便利循环哪一个数组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使用数组.for each就可以 它后面是一个方法 作为参数 这个方法它一共具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指的是当前正在便利的这样一个对象 第二个参数指的是当前正在便利对象的所对应的 所以而第三个参数呢指的就是当前正在便利的这个数组本身 大家看啊 比如说我在这边我输出element 保存 第十行输出的 大家看第十行对应的是不是也是1-2-3 比如说我从元素以外 我还想输出它对应的所以 index 当然index是不是就应该是0-1-2 这个也很简单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普通的负循环和我们的for each之间 还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比如说我可能有这样的需求 其实在循环里面还有两个非常常用的关键字 叫做break和continue 什么叫break 比如说我写下代码啊 当然这儿 f f什么呢 比如说如果这个当前数组便利的时候 所对应这个值啊 假设它等于2 那么我就break break指的是不是结束循环 大家看这时候代码 第八行 是不是指数出了一个1 因为第一次循环便利1 第二次呢 2的时候 是否判断2和2相等 所以说结束循环 那相对应的 如果我们把当前这个判断 我们写在for each里面 大家看会怎么样啊 仔细关卡 左边报错 什么错误呢 搭上这边 是不是不可用的这样的break 其实在for each里面是不支持break这样的关键字的 那换过来我们再用另外一个关键字 叫做continue continue和break什么区别 continue是不是结束本次循环 开始下次循环 但是break呢 直接把循环就结束掉了 对吧 我们看看continue能否支持 对吧 刷新一下 当然在我们的代码第8行 这边肯定是支持的 比如说我先把这个先注释掉 大家看 对于代码第8行是不是有1和3 因为当遇到2的时候 结束本次循环 所以呢 2这个元素没有被输出 但是当我们把continue放到for each的时候 大家能够看到 左边是不是报错了 因为在for each里面 也不能使用continue这样的方式 所以呢 如果拿for和for each来比较的话 那么for each是不是在循环的中途 是无法跳出这个循环的 因为它不支持break 也不支持continue 这样呢 我们就学行了两个很常用的循环方式 大家看下一个 下一个呢 我们讲一个循环方式 叫做map 我们使用arr.map 其实map后面的参数 它也是一个方法 比如说map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value这样的参数 我们先输出一下这个value 保存 大家看 是不是对应的也是数据里面的每一个值 分别是1,2,3 但是map和for each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for each其实只是简单的循环 但是map函数它会变利数据里面的每个元素 然后呢 根据这样的回调操作 比如说我们需要什么的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会形成一个新的数据 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啊 比如说我在这边啊 我每次循环的时候 我希望我当前的value值 比如说加等于1 也就是说每次它加1 然后呢 我去return 这样一个加完1以后的这样一个value 大家注意 我把整个的结果复值给一个 比如说叫做result这样的一个变量 大家看啊 然后呢 当它变利完成以后 我输出我们的arr 也就是输出我们当前变利这个数组 以及变利完成以后 对应这样一个result这样的结果 我们看一看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 大家注意看 arr输出值是什么 还是1,2,3 但你有没有发现result返回的值是234 为什么234 因为map它返回的这个value 我每次是不是加1以后才返回的 所以说map的返回值 其实会组成一个新的数组 但是呢 map这个函数 并不会改变原有数组的值 大家看arr对应的是不是还是1,2,3 这个呢 就是map的作用 你绝会了吗 我在这边写一个知识 map 同样的 大家看啊 跟map相对应的 我们再讲一个循环机制 叫做filter 一种循环的方式 什么是filter呢 filter这单词的本意叫做 过滤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arr.filter 去过滤 它的参数呢 也是一个方法 比如说这方法里面呢 我们还是有参数 假设还叫做value吧 上面一样 我在这边输出这样一个value的值 保存 大家看 是不是也能够输出1,2,3 也是一种辨率的方式 对不对 但是filter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它呢 其实会返回一个新的数组 然后数据里面的元素 是原来这个数据当中 通过测试 或者说经过我们筛选的这样的元素 因为filter这个本意 是不是就是过滤筛选的意思 比如说大家看 我在这里面return 比如说就return一个value 如果value等于2的时候 那么我就return 大家看 这句话 相当于是一个判断语句 它会返回一个不尔形的值 它会判断 当前你这个值和r是否是相等的 大家看 我把它的结果呢 也附给一个result result 同样的跟上面一样 我们输出arr和result 我们看一看的结果分别是什么 大家看arr对应的结果 是不是还是1,2,3 说明filter并没有改变原始的数据 但是我们看result 返回结果是什么 是不是r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什么叫做过滤 它指的就是说 我从数据里面 找到符合结果的数据 然后形成一个新的数据 过滤 无非就是过滤出我想要的那些东西 对吧 这个就是filter 这样一个变利的一种方式 你觉得会有什么 我们猜看下一个 我们下面再学起一个 叫做sum sum这个单词本意 是不是就是一些 对吧 那我们如果用arr.sum 去变利我们的数据的时候 会怎么样呢 大家看 它对应的参数 比如说还是一个function 然后对应的值 我还叫做value 我还是输出value 保存 36行还是1,2,3 说明也能循环变利 那sum跟前面那些函数 又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sum其实是变利数据当中 是否有符合条件的元素 它呢 返回的是不耳性的值 大家看我的写法 我在这边呢 跟上面的filter一样 比如说 我还是有这value 等于2的这样的元素 然后呢 我还是给它负一个值 比如说还是叫result 我在这边呢 同样输出我们的arr和result 我们看结果是什么 大家看输出的arr 是不是还是元素组 1,2,3 但是呢 result呢 是不是对应的结果是一个true 因为sum的结果是 只要在我们的素组当中 找到一个符合条件的结果 那么它就会返回true 比如说你看 我等于等于4 大家看我们的元素组啊 只有1,2,3对吧 我这边有4吗 很简单是没有 当我保存以后 你看到这边就能够返回一个false 所以说大家要记住 所以呢 sum只要在素组里面 找到一个符合条件的结果 那么它就会返回true 如果一个也找不到呢 就返回false 这个是sum的作用啊 其实呢 跟sum相对应的 还有一个叫做every EVERY every单词的本音 是不是就是每一个 我们看看啊 然后呢 我把这个sum改成对应的 every 大家看啊 我这边假设还是2 我们看一下 这个写法 跟刚才sum的写法 我写的是不是同样一个例子 所以说我们对比一下 every和sum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大家看啊 我保存 你们发现 当前返回的AR 还是元数组 说明元数组呢 没有被改变 但是大家看 这时候 result结果是什么 是不是也是一个 布尔廷的值 当前返回的是false 为什么会返回false呢 因为 every这个函数的作用啊 是检测数组里面的 每一个元素 是否都符合 当前我们这样的条件 如果每一个都符合 它才会返回处 有一个不符合 就会返回false 这个跟sum 是不是刚好是相反的 sum里面呢 只要有一个是符合的 那么 它就会返回处 但是every呢 要每一个都符合 它才会返回处 这个呢 是sum和every这间区别 我们呢 请不吝点 搞混 到目前为止啊 我们已经复习了 或者说学习了 关于es5组里面 一些常用的函数 包括for for each map filter sum和every 这些都很常用啊 大概下一个 reduce 其实reduce是一个 非常好用的方法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 在学习的过程中 或者工作过程中 使用reduce的几乎多不多 reduce要怎么用呢 它相当于是 接触一个函数 作为累加器 怎么使用 我们看代码 大家看啊 比如说我们 还是arr.reduce 然后呢 这个reduce 其实一共后面 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是一个方法 第二个参数呢 其实是一个 初始值 什么初始值 比如说 当前我想求出 我数字里面 这几个元素的 和 就是求和 就是1加2加3 结果到底是什么 那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应该 有一个初始值 比如说如果正常情况下 求和的话 我是不是应该是从0 开始去求和 对吧 所以说 第二个参数 表示是哪加的时候 那样一个初始的值 那个方法呢 其实它里面对应的 一共有四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它指的是 比如说我们就叫 PREV吧 它表示上一次 调用回调时候 所对应的返回值 当然第一次的时候 它相当于对应的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 初始值 这是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呢 表示当前正在处理的 数族里面的元素 第三个参数 表示的是当前正在处理元素 所对应的所影 第四个参数呢 表示的就是我们的元素组 那如果我要求和 应该怎么办呢 刚才我们说 是不是从0 开始累加 对不对 然后呢 PREV表示的 是不是上一个 而我们的CUR 这个参数 也就是第二个参数 因为这是行参嘛 名字可以自己去起啊 第二个参数呢 表示的是不是当前这样一个 所以大家想一想 我是不是只要返回 上一个累加期的结果 再加上当前这个结果 不断的循环变力 最后得到的 这样一个SUM的值 是不是就应该是 我们整个数字里面 这样一个求和的结果呢 我们输出SUM 我们看一下啊 大家看 1加2加3 结果是6 说明我们很好地 完成一个每加的过程 所以呢 REDUCE 其实有一个 很常用的应用场景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例子 求出数足每一项的和 那还有没有其他应用场景呢 大家再看 我现在不想求和了 比如说 我想找到当前 我数足里面 最大的那样一个值 应该怎么去取 比如说 在以前的方法当中 我们可能先定义一个值 比如说表示第一个值 然后呢 拿第一个值 和后面的每一个进行比较 如果哪个比它大 就把大那一个 再替换为这样一个基准的 去比较 是这样一个过程 对吧 那如果用REDUCE呢 其实可以很方便地实现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 只能用到这两个参数 所以说呢 我们就定义这两个参数就可以 用不上的呢 其实可以不行 大家看 在我们GS当中 有一个内置对象 叫做Math 数学的意思 数学下面有个方法 叫做Max 它的作用是 求出最大那样一个值 我呢 把上一个值 和当前这个值呢 都传入到Max里面 求出 它们两个当中的最大值 然后呢 我把它Return回去 大家可以看哦 我再付给它一个 最大值 比如说我叫Max 我在这边输出 这样一个Max 我们看看 123 最大值是不是3 所以大家看 我们通过REDUCE 是不是也可以很方便地 求出 数组里面 最大那样一个值 那还有什么用呢 我再举一个场景 比如说呀 我现在想对于我们的一个数组 进行去虫的操作 比如大家看 我这里面再写一个 2 再写一个4 这里面的话 2 是不是相重复的 对吧 所以说正正的对应去虫以后 结果是不是应该是 123 4 4个值嘛 那如果用REDUCE 怎么实现去虫呢 也有很简单的一种方式 大家看 再REDUCE 然后呢 我们这边 还是一个参数的方法 大家注意 当前我们是不是要把 数组去虫 形成一个新的数组 对吧 所以说大家注意 这边我们把它的初始值 相当于定义成一个 新的数组 它表示我们的初始值 然后呢 我这边对应两个参数 比如说还叫是 PREV和CUR 我们当前的初始值 是不是空数组 所以说第一次的时候 那就是空数组 对吧 第二次呢 如果有值 你这里面有值 有的那个值呢 就会复值给我们这样一个 PREV 所以说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可以看一看 上一个数组里面 是否包括当前这样一个值 在ESW里面的函数 叫做index alpha 一会儿呢 我们会学一个新的 叫做interlates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它是否包含我们这个CUR啊 如果包含怎么办 它会返回当前对应的下标 如果不包含呢 它就会返回-1 大家想一想 如果不包含 那么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当前 这样一个元素 放到我的数组里面 所以说 大家看 我们可以直接这么写 在我们这个数组里面去 PUS当前这样一个元素 然后呢 我们把当前这个PREV 把它return进去 这时候 比如说我们RES吧 就表示result的意思 然后呢 我们输出这个RES 保存 但是这边 是不是就是我们去重以后的 这样一个新的数组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学习了ES5当中 多种数组便利的方式 每一种方式呢 其实各有特点 我们应该在合适的时候 选择合适的方式呢 去便利我们的数组 我们再看下一个 叫做FullIn 我这边打了一个问号 为什么打个问号呢 大家仔细看 我们看一下 FullIn能否循环便利 我们的数组呢 大家仔细看 比如说 我Full In怎么写呢 其实很简单 你想去循环哪个数组 那么你就印哪个数组 然后呢 前面便利的时候 对应的是当前数组便利元素的 所对应的索引 比如说我们输出 输出谁呢 Index和ARR当前下面的 每一个值 大家看 Index对应的值 是不是就是下标吧 01234 然后呢 通过下标起来每一个值 是不是就是1234 这五个值 大概好像是FullIn 是不是可以便利我们的数组 对吧 但是大家仔细看 比如说我现在 在数组的原型下面 定义一个对应的方法 比如说AR.Prototype Prototype呢 叫做原型 比如说在原型下面 我自己定义一个方法 比如说就叫做FO 并没有什么实际含义的一个方法 我只是想在原型下面 去自定义一个方法 然后呢 这个方法也很简单 比如说我就输出一个FO 就这么一句话 大家看 保存 大家没有发现 当我们数组 循环便利的时候 它呢 不仅能够便利数组里面的 每一个值 是不是也能够便利出 我们在原型下面 自己去定义的 这样的方法 那你觉得 当我们便利数组的时候 我们想得到这个方法吗 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不允许的 对吧 所以说 前面的PP当中 我为什么打了一个问号 因为FullIn 在便利数组的时候 其实是有问题的 我们不应该使用FullIn 这种方式去便利数组 那我们学习完ES5当中 数组的便利方式以后 我们看一下 在ES6当中 又提供了哪些新的便利方式 首先第一个 叫做Fund 大家看我解释 返回第一个 通过测试的元素 这是什么意思呢 继续看我们的代码 我们现在讲一下Fund 这是ES6的语法 前面讲的都是ES5的语法 大家看 我们通过AR2.Fund 然后呢 它的参数也是一个方法 然后呢 这个值 比如说还是Value吧 这跟我们上面例子 都是对应的 我呢 Return Value 等于等于2 我判断一下 当然这个值和2 是否是相同呢 大家看 我也给它 附一个返回值 比如说叫做RES 输出 AR和RES 保存 我们看结果 大家看 AR2 是不是还是原数组 但是RES 返回的是不是2 当前我们的数组里面 是不是一共有两个2 大家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2 这边还有个2 那我返回这个2 到底是第一个 还是第二个呢 大家记住 Fund 这个函数 返回的是第一个 通过测试的元素 第一个是谁 那是不是肯定是这个2 对吧 不会到这 那如果比如说 我判断它有没有8 我这个数组里面有8吗 明显是没有 会怎么样 它会返回一个 暗底Fund 没有找到 跟Fund相对应了 还有个叫做FundIndex 大家看 还有一个叫做FundIndex 这样的函数 它呢 也是ES6 新的语法 比如说FundIndex 我们这边呢 比如说还是判断 它是否等于2吧 大家看结果 1 什么是1 它返回的是 第一次出现 那个元素 所对应的 所以 或者我们叫做下标 但是下标是从0开始 对吧 大家看 第一次2 对应的下标是几 是不是0 1 所以说这边返回的是1 你觉得会用吗 是不是也很简单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个 在ES当中 非常常用的一种 循环变力的方式 叫做Fund Off 刚才我们是不是讲了 一个就是FundIn 对吧 我们尝试以后发现 FundIn 并不适用于 循环我们的数组 那我们看一看 FundIn ES就新提出 这个FundIn 的语法 能否循环我们的数组呢 大家可以看 FundIn 然后呢 在里面写 Off 还是一样 你想循环哪个数组 那就Off 哪样一个数组 然后呢 我们At 比如说每一项 我们就叫做 Atom吧 里面的每一个内容 对不对 我们输出 对应的Atom 保存 大家看对应的值 是不是就是数组里面的 每一个内容 然后呢 我们再看 它还有另外一种用法 叫做什么呢 这边可以点 Values 刚才我们的Atom 返回的是不是内容 那我们看看 Values是什么 注意啊 Values是一个方法 这后面需要加点扣号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看看 八二九 大家没有发现 Values 其实返回的 是不是也是对应的内容 所以我们发现 你写Values 和这边不写 它们两个作用 其实是一样的 那如果我还有这样的需求 我不想得到 当前对应的内容 我想得到 当前对应的索引 或者下标 应该怎么办 它呢 也提供向的方式 叫做 .case 注意 case也是一个方法 所以后面需要加括号 大看九十三号输出的 01234 是不是就是下标啊 那比如说 我的需求又复杂了一步 我现在不仅要 有内容 我还需要有下标 内容和下标我都需要用到 那怎么办呢 它其实提供一个 另外一个方式 叫做entress 它也是一个方法 这时候呢 它既有索引 又有下标 但注意 前面的写法 需要进行改动 前面对应的是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的第一个 表示我们的索引 第二个呢 表示我们的对应的值 大家看 我输出index和itom 保存以后 大家看 index是不是就是 01234 而itom呢 就是对应里面的 每个值 或者是每个内容 这种方式呢 其实就是es6 给我们提供的新的 数组的变定方式 所以呢 我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 我们给大家总结了 在es5当中 和es6当中 这些数组的变定方式 大家也能够发现 其实每一种变定方式 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我们应该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 选择那样的一个 最合适的一种方式 去循环便利我们的数组 这些方式 你都学会了吧 大家课后 一定要多加练习啊 我们下期会再见